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尽管如此人们却鲜少注意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但凡类似这样的地区往往都会伴随着一个神秘黑河 据说这个黑河通常会发出极具有规律的奇怪声音 但只要有人类接近这些声音 就会变得异常刺耳以赶走入侵者 那么这个黑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下面脑部军就介绍神秘的黑河 扎尔斯穆迪中士的遭遇 1975年8月13日凌晨1点左右 正在美国霍罗曼空军基地附近沙漠等待流星雨的扎尔斯 穆迪中士突然看到夜空中闪过一道诡异亮光 紧接着便出现一个圆盘状的飞行器 从空中降落到地面上 面对眼前这一景象 穆迪便马上跑回了车里 打算回到基地报告此事 然而此时汽车却怎么都发动不起来 于是就在穆迪不停发动汽车的时候 他周围突然充满了柔和的白光 并逐渐失去意识 穆迪在飞船里四处徘徊了一会儿后 他便试图与其中的一个机组人员沟通 然而当他问及他们是谁 他们来自哪里时 他便被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 据穆迪后来回忆称 在那个房间中 他遇到了疑似这艘UFO飞船的指挥官 而那名指挥官则通过心灵感应告诉他 他当时身处距离地表约600公里的空中 且他所处的这艘飞船只是一艘小型侦察船 在距离地球9000公里外 还停着一艘更大的母舰 不过由于地球的磁场干扰至 他们的飞船导航设备出故障 所以他们暂时无法回到母舰上 此外 穆迪还表示 当时他那个房间里面还看到 地上放着一块黑色方块 而尽管那名指挥官也向他透露了 这些黑色方块的用途 但是却警告他说 绝对不能跟任何人提及 否则将会被灭口 不过即便如此 穆迪在离开飞船后 却始终回应不紧 当时那名指挥官跟他透露的 那些黑色方块的信息 其当遭遇黑河的事件 除了穆迪在外形飞船上看到了黑河 其他地区也有不少民众声称 看到这种物体 参观飞船 在穆迪被带到飞船不久后 他便被允许在里面自由活动 而期间 他也看到里面的机组人员 和正常人类非常不一样 其不仅身材矮小 仅有1.5米左右 他们的眼睛和头发 也比人类大很多 而嘴巴 耳朵和鼻子却非常小 此外 穆迪还发现 这些机组人员不用说话 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其看起来似乎是在用心灵感应 来进行沟通 如在1970年初期 芬兰两名滑雪者 在斯林里滑雪的时候 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圆盘状的飞行器 紧接着 这个飞行器便突然向地面 射一道光柱 此时 只有一个天使般的人物 抱着一个黑河 从这道光柱中降落到地面 尽管这两名滑雪者 当时试图走过去 看明人形生物究竟在干什么 但当时他们其中一人 却突然感到全身不能动弹 直到他们从黑河方向射出的一道 亮眼黄金光后 一切才恢复正常 而此时 那个人形生物和飞行器也消失不见了 甚至后来 当这两名滑雪者 去到那个人形生物的降落地点时 也找不到任何异常痕迹和不明物体 又如在1977年1月夜晚 居住在美国克罗拉兜州 清水市的吉姆和其长子 乔 在自家农场里 看到附近森林出现明亮亮光 于是他们便驾车过去查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他们来到光源后 发现这光是从一个放在地上的黑河所发出 并且还从中传出嗡嗡的响声 而当他们试图去捡起这个黑河时 嗡嗡的响声则突然变成了刺耳的噪音 就像是在警告他们 不要碰那个黑河 于是为了安全起见 吉姆和儿子便掉头离开现场 回到车上 但上车后 吉姆却突然让儿子先在车上等着他 而他自己一人再次来到现场 不过此时那个黑河和亮光却消失不见了 就这样 在吉姆和儿子回到农场后不久 他们又再次看到森林中出现明亮黄光 而这一次 吉姆决定自己前去调查 当吉姆来到距离光源处还有15米的地方时 他看到光源处停着一个圆盘状的飞行器 并且周围还站着两个身穿紧身衣物的矮小人形生物 和两个全身黑色的高大人形生物 其中一个高大人形生物手上似乎还抱着那个黑河 整个场面看起来就像是高大人形生物在听矮小人形生物下达命令 不过 据吉姆后来回应称 在看到这一画面不久后 他便突然全身不能动态 并逐渐失去意识了 而在朦胧中 他很清楚的听到人跟他说道 很抱歉 打扰你的生活 但请你切记 不要透露今晚的所见 尤其是那个黑河 你们一定要远离他 他对于你们而言是非常致命的 最终 在天蒙蒙亮的时候 吉姆被家人发现躺在森林入口处 且他旁边还有几个巨大的脚印 一直延伸到森林里 究竟是什么 2017年10月 美国匹兹堡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阿里根尼县主导UFO和大脚怪的目击报告的文章 称 阿里根尼县带着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UFO和大脚怪目击报告 日益增长 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最近一次发生在阿里根尼县的UFO目击报告中 其目击者声称看到一块黑色且巨大的长方块悬停在空中 并且还能从中听出发出令人难受的嗡嗡声 此外更离奇的是 伴随着这个长方块的出现 阿里根尼县也发生了树起牲畜遭到神秘屠杀和遭遇大脚怪的事情 因此结合一系列遭遇黑河的事件 许多人认为这个黑河可能是一切离奇事件的根源 其就像是一个外星人投放在地球上的坦多拉魔河 而且大脚怪也很可能是负责守护和放置黑河的一个外星人下属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黑河里究竟主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外星人一再告诫人类不要过多关注它 它对人类又是否有害呢 外星人频频降临到地球上 世界不断的UFO目击世界意义何为 从我们探索宇宙开始 大家就在期待宇宙的发生 不希望我们是宇宙上唯一的生物 也希望在探索的过程中 能够看到我们想象中的外星人 但是让大家期待的还是能够看到其中的生命体 要知道相比较于宇宙来说 地球实在是太渺小了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只生存着我们自己 未免会感到有些孤独 就算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很好 可是我们还是想不断的去探索 就是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其他的外星文明 不过从1960年到现在 我们始终没有很好的发现 因为没有探索到外星有生物存在 这就让大家感觉到根本没有外星人 可是我们在监测宇宙时 总是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这让众位科学家们感到疑惑 虽然大家对于这样的现象已经不在意了 但是很多科学家依然坚持自己的定论 觉得这是外星的飞行器 2017年美国人在研究天体时 突然发现一个神秘物体 迎来了大家的震撼 在研究过程中 大家发现 这个长方形物体多次出现在地球周围 和地球擦肩而过 好像是故意在探索地球般 不过这样的发现也让很多人失望 原本大家觉得这是外星人的飞行器 可是在刚开始研究是只能证明它是普通的天体 但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 专家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发现这种天体并不像它表面上表达的简单 来历应该不会简单 这一点我们从天体的形状上就可以得知 按照这个形状来说 根本不像是普通的天体 这个天体的飞行状态让大家感觉到惊讶 要知道 受到太阳影响的天体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而这个天体正好相反 在观察过程中发现 这个天体并不普通 仿佛天体上都是耐热的材料 它的飞行轨迹让大家感觉到震撼 就像是在探索宇宙的更深处 这让很多人觉得它背负着重要的使命 但是更让大家惊讶的 还是科学家在研究宇宙和地球过程中 多次发现未知的天体和地球擦肩而过 虽然宇宙上有很多天体 但是都出现在地球的周围 还像是飞行器一样 这就让大家感觉疑惑了 网友们对此也纷纷的表示 这是不是有外星人在控制的 否则怎么会出现在地球的周围呢 然而这种说法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证实 不过我们也相信 最后一定能够解开这个奥秘 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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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